黑衣男站在超商柜台 凶神恶煞嚷嚷着把钱拿出来 店员坚决不肯退让 黑衣人干脆直接闯进柜台里 两人当场扭打成一团 店员奋力夺刀误伤对方 没想到凶残犯嫌恼羞成怒 一刀砍断店员手掌 被推倒在地的攻毒生 左手鲜血直流 眼看凶嫌已经闯进柜台 试图敲开收银机 忍痛奋力起身 用右手把对方拉了出来 嫌犯眼看抢钱不成 又伤了人 事情闹大了 仓皇逃出 店员尽管身受刀伤 仍勇敢追出店外 这么大一把西瓜刀 丢弃在超商附近草丛堆 原来一切都是预谋犯案 嫌犯早在五号中午 就在市场买好刀 打几程车到新庄后 徒步找寻下手目标 我没有把地址过 这样 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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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提人去 你敢不敢 我敢说你不要做 我才是 得知儿子住下大错 父亲气到个呼了出来 不断擦拭眼泪 虽然是担心家庭 但并不缺钱 万万没想到 年轻人血气方刚 激不得 因为卖菜摊贩的一句话 就跑去砍人抢劫 不知该如何是好 当时嫌犯行凶后 跑到附近菜园 丢弃凶刀 但手上的伤血流不止 随即逃到龙安路 打小黄返家 只轻描淡写 说是打架被砍 现在才知道是抢超商 还砍伤攻毒生 警方不到三小时迅速逮人 讽刺的是 这两个人都是17岁未成年 一个认真打工贴补家用 另一个在菜市场卖菜打工 却因为一时冲动走上歪路 两个年轻生命 在这一刀砍下去之后 命运大不同 记者郭向温凯成和温文乌斯坦 新闻说的